四川 重点建设高校四川农业大学的三个校区 分别坐落于熊猫故乡养安 渔府火活温江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风景区都江燕 美丽的自然风光 悠久的历史沉淀 赋予了这座大学特别的文化气息 每一个走进四川农大的人 都会情不自禁地被他的风采所吸引 每一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学子 踏入四川农大 在这里开始他们的求学之路 每一年都有来自世界知名学府的优秀人才 加盟四川农大 在这里开启他们的事业之旅 在他们眼里 四川农业大学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从一九零六年建校起 现在有几快一百一十年了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 有一种精神意志 积累着川农人不断的风景 那就是川农大精神 我从哈佛来到四川农业大学 在这里感受到了和哈佛一样的 求真务实地做学问的精神 我特别喜欢我们学校的校训 就是追求真理 照顾社会 自强不息 这也是我为什么留学美国十年以后 能够选择回母校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在英国 学习工作二十多年的经验 带回母校 为母校的进一步发展 壮大 贡献自己的力量 历经百年岁月的魔力 钟灵玉秀的川农大 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而今新一代的川农人不断奋进 在这里耕耘着新的希望 川农人在学术上 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 以往在亚安的时候 就非常注意这一点 后来到了成都校区 都江燕校区 其地域上的优势 更是让川农人拥有一种国际事业 川农每年都有非常多的科研学术论坛 为同学们带来全球最新的科研资讯 让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个非常狭隘的领域 我们学校现在与许多国外的高校建立了合作办学机制 让我们有了更多出国留学发展的机会 看到我们学校长长的考研录取名单 有考上剑桥大学的 有考上清华北大的 特羡慕 四年前我从税年的一个小山村来到川农大 今天我将从川农大迈向世界的顶级学府建桥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 我感谢我的母校 当我离开四川农业大学的时候 我会非常坚定地说我不后悔 因为在那儿我得到了日式中最宝贵的理由 那就是成长 我们每一年从这个川农引进上百名的大学生 他们在工作中都是非常优秀的表现 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作为211高校的川农 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许多的机会 我也于今年被外交部录取 同时我身边的许多同学和朋友 也获得了不错的工作机遇 川农值得你来 以往都会认为川农就是学农的 可到了学校以后我才发现不是这样的 学校在经济管理 景观设计 园理设计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强的实力 学校坚持以学术为天 学上为本的理念 倡导人性化管理 构建出开放包容的成长氛围 不拘一格的培育人才 因为川农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这种精神特别体现在对学生的培养中 川农大给予我学习实现的一个平台 特别是在我专校创业之间 给予我资金的支持与鼓励 可以说川农大是一个 可以让学生多样发展的一份好学校 好平台 在进入川农大之前 我就通过网络认识了 这所学校的很多师兄师姐 他们非常热情 我当时我就觉得 来这里是没错的 在这里 老师不仅仅是传授支持给我们的 还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兄长 这种意识与有的关系 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温暖 我喜欢和同学交流 谈的最多的不是学业的问题 而是做人做事的经历和我的体会 教育和同学们的生活 以及人生成长必不可分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活 学校是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地方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我们学校有很多的学生社团 活动非常的丰富 大家参与度很高 我是内蒙古自治区 阿尔多斯市德拉克基的 我来自山东亭 我来自湖南山大 我是来自新疆的学生 我的名字是Cedric 我来自法兰斯 我来自从前 我来自上西报警 我来自福建泉州 我来自浙江历水 我来自云南大理 I'm Halibati I'm from Morocco 未然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 愉快地投入到大学生活中 学校尽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不断改善校园学习和生活条件 提供周到贴心的服务 让学子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来自伤地生 中文字幕播放 アン アン 甕 母爱 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